葉醇再次發文 電車剛剛穿過了一條隧道 然後電車慢慢解鎖 現在到了一個叫如月車站的地方 就在他走了10分鐘之後 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他聽到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在他身後大喊了 喂 在鐵路上走太危險了 第一時間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葉醇很激動 他以為這是車站的工作人員 他覺得自己已經得救了 於是馬上轉身過去 可是還沒等他轉過來 僅僅只是眼睛往後瞥了一眼 餘光俗見的景象就讓他徹底呆住了 他發現說話的不是車站工作人員 而是一名只有一台腿的老人 封口 沒錯 我們的專屬頻道會員都開張了 耶 就是我們有會員專屬會章 我是小妤 接下來還有會員專屬的貼圖 這邊 這也是加入才會有 然後就是有設定的表情包 就定期在開許願池 那周邊商品的話 也會有會員專屬的折扣哦 我們會不定期有會員專屬的貼文 還有一些NG畫面 以及一些 自己下的生活影片哦 社群看不到的 是在會員才會有 對 大家聽到是不是很心動呢 趕快按加入吧 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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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 笑底看幾台有機台 雞尾姐姐 對 雞尾姐姐 大家好 我們是 西魯跟 對 好 今天開場呢 我們先來問大家就是 大家知道儒越車站嗎 不知道 這什麼東西 你說儒越車站 這麼紅的事件 你不知道 這個是在一個 日本發生的恐怖傳說 而且呢 這個其實已經 非常多youtuber拍過了 但是呢 又一些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還蠻適合 其實讓記者知道 然後也讓你知道的人呢 可以再複習一次 因為它這個事件 非常的真實跟恐怖 所以它是恐怖事件就對了 很可怕 而且 最後還不知道那個 主角跑去哪裡 就是消失了 該不會又是什麼 異度空間 它可能到一個 很可怕的地方 那如果就是 你已經知道儒越車站 這個事件的人 你可以想要留意 你對這個儒越車站的 看法哦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講 三個儒越車站 真實的恐怖靈異傳說 對 然後這個 剛剛講的就是 日本的 非常有名的恐怖傳說嘛 大家都還想看 怎樣的日本的恐怖傳說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哦 因為日本有非常多的 都市傳說 對 講不完耶 對 然後今天這個故事呢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也是之前就看過 然後我覺得 哇 太真實了 這根本是 如果這是真的的話 真的太可怕 我應該要消露鳥 好 那待會我們就起來看 究竟儒越車站是怎樣 然後它的 這個車站究竟是 真的還是假的 好 看這邊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小鈴鐺 叮 然後接著我們的IG哦 追蹤 然後記得加我們的頻道會員哦 然後記得加我們的 賴光帳號 還有我們的D卡哦 好 那我們現在看 這個儒越車站究竟是怎樣的故事 我們來看它是多麼可怕的傳說這樣 Let's go Go 然後我們今天講這個故事啊 我們也會把原文呢 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哦 好 那這個儒越車站事件呢 最早呢 是在日本的2CH論壇上發生的 2004年1月8日晚上11點14分 有一名未註冊的遊客用戶 在論壇的帖子裡發了一段故事 大概意思呢 就是說自己遇到了非常奇怪的事情 能不能請大家幫忙出主意 有人看到話呢 就問他到底出了什麼事 11點23分的時候呢 匿名用戶回文 他表示自己正坐在一輛電車上 但非常奇怪的是 平時自己每天上下班 都會坐這趟車 一般每隔5-6分鐘就會到一個站 最多7-8分鐘 而今天這輛車 連續開了將近20多分鐘 還是沒有停一下 有些網友回覆說 你是不是台累所以坐錯車了 一般快車停的站少 所以見隔時間就長啊 匿名用戶呢 收到留言後回覆 有可能 那我再等一會看看吧 可是等了一會之後啊 他又發問表示 這趟電車呢 還是一直在開 沒有停的意思 自己呢特別害怕 有人提就去車頭的車長室去看看 問問司機或站務員 到底是怎麼回事 幾分鐘後呢 匿名用戶回覆說 車頭駕駛室的窗戶拉著窗簾 敲門也沒有人回答 同時呢 他還注明了自己承諾的是 電車室 東京和大阪之間的 進鋼線地區的電車 首發站呢 是新兵松站 那這樣 你該知道現在是什麼狀況啊 他就是呢 這個女主角 這個日本女神 他是在網路上 即時跟網友在對話哦 他是一直留言 然後網友恢復 是有點像Live直播的感覺哦 直播他現在到底要去哪裡 一直打他 新的貼文 新的貼文留言這樣 然後大家就這樣回覆 需要說明的是 這位匿名用戶之前 是一直以匿名的遊客呢 用戶身份在說話 然後傳這條消息的時候啊 他已經註冊了一個帳戶 匿稱呢叫做 夜淳 是一名女孩 不過呢在某些版本中啊 你會匿稱叫做 可能是 連石或是連劍 但應該只是翻譯過點 他的日本名稱叫做 哈斯米 發完這個消息之後啊 又過了10分鐘 夜淳呢再次發文 電車剛剛穿過了一條隧道 然後呢 電車慢慢解鎖 現在到了一個叫 如月車站的地方 可是我從來沒有聽錯過這裡 問問大家呢 我要不要在這裡下車呢 這條消息發出後啊 有人提議他 直接下車 再找一趟返回的電車回家 也有人呢 建議他直接做到終點站 此外呢 還有人詢問他這幾點上了電車 時間來到了半夜12點半 夜淳回覆表示自己已經下車了 但很奇怪的是 只有自己一個人下車 而且 這是一個很破舊的無人車站 看起來應該已經很久沒有人管理了 最後呢他還回答自己上車的時間 應該是在11點40左右 現在已經快一個小時了 看到夜淳的回覆 不少網友提醒夜淳要小心 也有人特地幫夜淳查詢的 所謂的如月車站 但發現呢 根本查不到任何信息 而恐怖的是 如月車站的日文 但如今夜淳已經下車 電車也開走了 他只能在這個車站裡 找一找其他車次的時刻表 希望趕緊換成其他電車回家 但一番查找後 他發現根本就沒有時刻表 無奈 他只能嘗試去其他地方坐車回家 但很快呢 他發現這是一個非常荒涼的地方 除了這座車站之外 其他都是荒郊野地 連住戶都沒有 更別說計程車了 只有軌道旁邊的路燈還亮著 此時是半夜12點45分 他已經下車差不多一個小時 夜淳非常害怕 只能繼續向網友求助 有人建議他立刻報警 或找找看附近有沒有電話亭 一般日本的電話亭裡 都會有一個電話簿 裡面會記錄一些當地重要機構的電話 走到回覆後的夜淳試圖去找電話亭 但發現這座車站呢 根本沒有這些東西 他又試著給自己的父母打電話 雖然打通了 但他的父母也沒有聽錯過 如月車站這個地方 同樣不知道在哪裡 同時呢 他發現自己手機的GPS定位系統 不知什麼時候也已經失效了 之後他的父母有和他通了一次電話 但仍然沒有確定現在的位置 在這種情況下 夜淳的父母也建議他先報警 但是警察接到電話後 卻認為他是在惡作局 並沒有理睬 就在夜淳手足無措時 身後不然傳來一陣陣太鼓和風鈴的聲音 本來就很詭異的環境 加上聲音突然出現 這時呢 夜淳嚇得很猛死 根本不敢回頭 網友們在得知後 也都勸他千萬不要回頭 趕緊向前走 離開這座車站 收到回覆後呢 夜淳就在這樣的極度恐懼下 開始心心膽戰地沿著鐵路往回走 此時是凌晨的兩點鐘 這表示夜淳已經在如月車站 待了一個半小時的時間了 好那這時呢 夜淳就這樣一直 正在盡盡地沿著鐵路往回走 太鼓和風鈴的聲音呢 也一直沒有消失 但他呢 仍然不敢回頭看 而就在他走了十分鐘之後 更恐怖的事情發生了 他聽到有一個男人的聲音 在他身後大喊了 喂 在鐵路上走太危險了 第一時間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夜淳很激動 他以為這是車站的工作人員 他覺得自己已經得救了 於是馬上轉身過去 可是呢 還沒等他轉過來 僅僅只是眼睛往後瞥了一眼 餘光俗見的景象 就讓他徹底呆住了 他發現說話的不是車站工作人員 而是一名只有一台腿的老人 老人呢 離他自己非常的近 只有十米左右的距離 更恐怖的是呢 在說完這句話後 那個老人就消失了 而隨著太谷和風鈴的聲音越來越近 夜淳也已經接近崩潰 他只能一邊慢慢向前走 一邊繼續向網友求助 網友們的回覆呢 大多也都勸他趕快走 不要回頭 也有人猜測這位一條腿的老人呢 是一個被火車壓斷腿的孤魂野鬼 也有一些網友冷靜分析 認為應該找找那些敲太谷的人 附近應該是有寺廟 或是在舉辦祭典活動 去找他們求助更靠谱些 夜淳呢 繼續往前走 半個小時後 凌晨2點45分 夜淳已經走到最開始來的路上 電車穿過的那條隧道 牆面上寫著隧道的名字 伊佐冠 而此時太谷聲的聲音呢 也步步逼近 越來越近 夜淳打算繼續往前走 穿過隧道 就過了25分鐘 凌晨3點10分 夜淳已經穿過了隧道 迎接他的是一個人 沒錯 他發現在隧道出口前站著一個人 但鑒於之前的獨腿老人 網友們在得知這個情況之後 紛紛勸他不要走過去 半夜3點多 正常的人會在這種地方出現 但夜淳似乎沒有看到這些勸告 開車把自己送到附近的車站 車站旁邊有旅館 可以先住上一晚 等天上再回家 但這時 網友們仍然非常懷疑 建議他問問 到底要把他送到什麼地方 10分鐘後夜淳回覆說 他已經問到了地名 這個人呢 帶他去附近名為比奈的車站 夜淳表示自己在聽到這個地名之後 也表示不敢相信 因為比奈距離他上車的 新冰村附近是非常非常遠 足足有200多公里 在這之後 又過了10分鐘左右 夜淳再次發出消息 我感到非常奇怪 因為這輛車子呢 正在往上上開 非常危險 建議他趕緊報警或下車 夜淳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幾分鐘後呢 3點44分 夜淳發出最後一個消息 我的手機快沒電了 而且那個人 一直在資言之語 說些很奇怪的話 我感覺不太對勁 打算找機會再逃走 為了以防萬一 我把這些話先寫在這裡 在這個留言之後啊 夜淳就徹底沒有消息 好那在之後的故事發生7年後啊 2011年的6月 夜淳再次出現了 仍然在2CH論壇 他發了一個文 講述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在那輛車上啊 他感到非常害怕 對司機提出下車的要求 不久後司機把車停了下來 他發現車子停在了一片樹林中 正前方樹林射出極亮的光 忽然呢 車子前面出現了一個男人 周圍的光也更亮 因為光太強 他並沒有看清男人的長相 隨後呢 車子輕微震動了一下 再往前看 車上那個奇怪的司機已經消失了 強光中的男人走到車房 隔著車上喊 喂 你為什麼會在這 在這裡是非常危險的 我讓那個司機消失了 你趕快逃走 說完了 男人把夜淳從車裡拉出來 讓他一直向前面有光的方向跑 被嚇壞的夜淳一邊哭一邊跑 隨著光線越來越耀眼 他不是覺得閉上了眼睛 等他在睜開眼睛的時候 發現自己的父母 正在前方等自己 而這個時候呢 已經是2011年的時候了 好 我們看完了這個故事啦 這個如月車站的恐怖傳說的故事 哇 他這個非常的真實耶 很像小說一樣耶 哇 如果這個是真的的話 太可怕了吧 而且他是在那個 2C的全論壇上 就是有點及時跟網友在 直播自己恐怖經歷的感覺 對 但是大家會跟著一起緊張耶 你覺得事件是真實的嗎 還是你覺得是小說 我覺得聽起來有一些蠻詭異的地方 因為如果說你去一個就是 不熟悉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報警啊 他說他在惡作劇 所以沒有理他 所以就是沒有受理嘛 不然就是警察 他們也常接到這種惡作劇的電話吧 他有打給他爸媽 他爸媽也都有接到電話 所以 對 他爸媽應該也有在報警 就那邊的收訊是正常 但是重點是大家找不到 因為那個是一個 感覺是另外一個圍路的車站這樣 所以最後他不是先消失嗎 七年後才回復那個 就是他在七年間 大家都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那個葉純他後來發文說 是有一個人救他這樣 對 這個真的很恐怖耶 我覺得他蠻像懸疑小說的 因為我已經看過這個故事 我覺得他非常的真實 然後 因為剛剛講到不是有個什麼 比耐車站嗎 他好像是確實有這個車站 但是沒有如月車站這樣 就如月車站是一個虛擬的車站 或者異度空間的車站 好 那我們看完這個故事 大家覺得如何 那我們給個驚嚇指數好了 驚嚇指數我給他8顆星 給他14.6顆星 這麼高 對 因為這個故事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故事的 我很喜歡這種 懸暗然後 很恐怖的一個故事這樣 如果是我到這種 完全沒有人的車站 我真的會嚇死 我應該會一直發抖 打給幾分呢 可以留言告訴我 你的驚嚇指數 還有你的想法喔 超留言 Yeah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 慣了這故事的三大疑點 記得點說不是有很多 不合理的地方嗎 對 還是再解釋一次 你剛剛看完這個故事 有什麼疑點嗎 我自己覺得最疑惑的就是 為什麼他一直跟網友 就是連線這樣子 求助啊 應該會求助自己的好朋友吧 用LINE啊跟自己好朋友說 欸我現在直接在那什麼什麼的 他可能 有點像那個 在FB找大神的感覺 就是求助 因為可能你一發 可能是幾百人的可能 可能那個 幫助的力量比較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三大疑點是什麼 好 那第一個呢 是上車的時間 那回顧夜純所發的消息啊 他最早是在 11點23分時候發消息表示 車開了20分多鐘 還沒有到站 從這句話呢 可以推測他的上車時間 是在晚上11點左右 但呢 在之後他與網友們的互動消息中啊 夜純在如月車站下車後 有網友詢問他是幾點上車的 他的回答卻是11點40分 存在時間的描述上前後矛盾 當然也有說法認為 之所以會出現時間上的不同 是因為如月車站存在時間漩渦 至於的時間比其他地方快一個小時 甚至在後來出現的其他衍生故事裡面 人們把時間差擴到了三個小時 這個一點是關於電車的速度 根據夜純的留言啊 可以知道電車在到達如月車站前 會通過一條隧道 隧道名為一左貫 但查取相關資料後 不難發現這條隧道並不存在 此外呢 根據夜純在電車穿過隧道前後 所發出的兩次留言時間間隔 0.8分至0.19分可知 電車穿過這條隧道最多需要11分鐘 我們向下去按10分鐘計算 在到達如月車站後 夜純受驚嚇後沿路返回 步行穿過了這條隧道 根據當時的留言時間間隔 2點45分至3點10分可得出 夜純步行穿過隧道速度用了25分鐘 對比10分鐘與25分鐘兩個數據 可知電車的速度為 夜純步行速度的2.5倍 這顯然是不合理 關於故事的結尾 比奈車站 在此故事中啊 比奈車站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地點 這是故事中出現的 唯一一個真實存在的地方 而它的出現呢 卻變得讓故事的可行度增強 反而讓這故事變得更不合理 通過上面對遠舟線和天兵線的分析 我們發現夜純坐的 肯定不是這兩條線路 但同時我們還知道 夜純上車的地方 肯定是在遠舟線或者天兵線附近 另外通過故事情節我們就知道 它最後抵達的如月車站 應該是在比奈附近 好 我們看完了這三大疑點啊 我覺得它很厲害 它這個分析真的是蠻厲害 就是像我自己看完故事 我也不會去分析這個幾個疑點 就是我會蠻相信它是真的 就它這些疑點出來之後 就會開始出現一些 奇怪的地方這樣 對 我剛剛看它那樣子 還把那個地圖啊 然後時間全部都畫錯 我覺得分析了這個人啊 他也像PTT上面那種神人 大神啊 這完整的文章 我們會放在資訊欄最大的圈區的話 可以去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看完這幾個疑點啦 我自己呢 還是覺得蠻真的 有啦 我覺得就是一半一半這樣子 對 我自己看完 雖然它講這些疑點 好像讓我有點純意的感覺 但是我還是覺得 這個故事呢真的是 很真實 很可怕 讓我有種臨場感的感覺出現這樣 嗯 它描述的很好 很像真實的 好 那我們看完它這個三大疑點 那你給它的 薰衣指數 那你給它多少薰衣指數 薰衣指數我給它 18顆星 太薰衣了 好 那我給它 12.6顆星 就是看完之後呢 雖然就是我的 觀點上好像有點變化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 我還是蠻喜歡這個故事 大家對這個疑點呢 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有更多的疑點 有沒有其他對這個故事的看法 你可以對人告訴你的想法喔 沒錯 告訴我們 好 接下來要留言喔 下方留言 好 沒錯 那我們今天看完這個 日本最恐怖的 都市傳說之一的 這個如月車站啦 那你覺得看完有什麼想法 我在想啊 如果是我自己遇到的話 不知道要怎麼辦耶 但我應該是可能 要先冷靜下來 去找一下附近有什麼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或是找到這個車站的話 我可能看能不能先打給那個 這個區域人家 什麼 你在搭車耶 那搭車怎麼打給里長 沒有 我說到那個車站 他不是到了那個車站嗎 欸 這個里長不好意思我 我在你們這個里迷路了 你可以來幫我一下嗎 應該打給警察吧 這還可以打給警察 因為你剛剛不是說警察 就覺得他在惡作劇 對啊 如果找警察沒有的話 你就要找當地的人啊 大家覺得要怎麼樣會比較好 如果是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我可能也不會報警耶 我會先看地圖 然後看那邊有沒有戰務長啊 或是什麼 就是都沒有啊 都沒有啊 全空的話我真的是 好 那我個人呢 非常喜歡這個故事 那大家喜歡嗎 我自己覺得這個故事 真實性我自己覺得還蠻大 但是今天我們有看到幾個疑點嘛 對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留言 你對這個故事的疑點 或你的看法 對這個日本這個 魯岳車站的傳說有什麼想法 可以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 或者告訴我們你會怎麼做 還想看什麼樣的日本的恐怖傳說 可以的人告訴我們 我們就拍給你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邊啦 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 鈴 然後記住我們的IG喔 追蹤 然後記得按我們的頻道會員 還記得按我們的賴光網站 還有追蹤我們的Dcard喔 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還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